不要再被那些儿童财商培训网课机构割韭菜了 看完这个视频帮你少背坑 面对钱这个敏感话题 爸妈总是唯恐而避之不及 生怕一个错误引导就让孩子变得世俗功利 失去的本该有的纯真和快乐 而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儿童财商书和课程 要么就是宣传让孩子做家务来模拟打工赚钱 要么就是不分阶段不分年龄特点的强制观书 甚至有的书的内容还生硬的向孩子普及股票基金期货什么 拜托这成年人学了都很枯燥好吧 在我接触了六年投资理财以后 现在也是有了自己的女儿 回想起自己30岁以前所受的教育 还是挺感慨我国的教育体制 对于儿童财商教育这一块匮乏的 那么财商教育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确立目标 很多发达国家的儿童在这方面就有着明确的理财教育目标 大家先听我说一遍 然后视频结尾处我会打在屏幕上 供大家节品保存 三岁能认识硬币和纸币 四岁知道钱的面额 五岁知道不同面额钱的等价物 了解钱的由来 六岁会简单的数一些钱 七岁会看商品的价格签 八岁知道可以通过做额外的工作来赚钱 知道要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储蓄 九岁时能自己制定一星期的开销计划 购物时知道货比三家 十岁时能明白平时储蓄是为了防止大笔开销的意义 十一岁可以从电视网络中获取一些投资理财的事实信息 十二岁可以自己制定两周的开销计划 并了解一些专业名词 从十三岁到高中毕业 要一直尝试进行股票基金等投资活动 并通过打工或者其他方式来自己赚钱 自己去感受这其中的乘与败 赚与亏 这些童年经历一定是会让你的孩子受用一生的宝贵经验 这才是我们为人父母应该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下一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在我心中这个财商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以后的视频里我会讲一些如何锻炼孩子财商的一些小游戏和一些具体做法 让我们的孩子以后的人生更自由 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给孩子攒钱不如让孩子懂钱